冰島演員比昂森在美國知名影集《冰與火之歌》飾演魔山 他還有另外一項驚人的專長 他的特殊專長就是硬舉 最近他成功舉起了大約501公斤 創下了新的世界紀錄 今有大聲鼓噪 肌肉已經猶如盔甲般的比昂森 準備挑戰人類史上最強的硬舉紀錄 501公斤 一生狂好 跳舞戰成功 比昂森一下舉重台 立刻擁抱自己僅僅157公分高的太太凱莉 見着這難得的時刻 自己也給自己鼓勵打氣 因為為了這一天實在需要太多的訓練 比昂森2018年就奪下了世界最強壯男人賽事的金牌 歐洲最強壯男人目前正是三連吧當中 而且如果你是死中美劇迷 可能還會覺得他的臉很面善 沒錯 他就是之前唱銷美劇《冰與火之歌》里頭的巨人魔山The Mountain 其實在戲劇之外 他早就是健身界的大名人 過去更曾經打過冰島的職業籃球 這次由於武漢肺炎疫情 原本要公開挑戰的世界紀錄 也變成在自家健身房來挑戰 不過絲毫不影響結果 現在突破了500公斤大罐 今年31歲的他還要繼續挑戰極限 明星文明早 王太祈 綜合報導